HELLO 你們好啊 這裡是老壽財思軒 這期是新手箱攻略第四期 沒有意外的話也是入門篇的最後一期 這次就簡單講 各項資源的獲取 既利用當作首位 話不多說 讓我們來開始介紹吧 首先是羅姆 這就相當於我們的金幣 沒什麼好說的 就挑過 再來是血清 也就是體力 會隨著時間恢復 可以用來刷素材關卡或是過劇情 對新手來說 是最直觀可以獲得素材的渠道之一 接著是黑卡 是我們用來抽取角色和武器的重要道具 紅卡則是需要透過儲值 來獲得的一種有錢人貨幣 它可以用來幫老婆們買新衣服 或者是買月卡和禮包等等 也可以直接購買黑卡 接著是隨著版本更新 每期貨幣名稱都不一樣的活動貨幣 通常體力會用來刷活動關卡 來獲得活動貨幣 依次來兌換我們需要的素材或者是儀式 然後我們來到商店頁面 在日常常規商店這裡可以看到很多商店分類 這邊等一下再講 我們先來隔壁 平具兌換台這邊 這裡可以兌換可約生的角色 開服五元老和週年活動可以免費獲得的 角色碎片 以及一些共鳴材料和超頻道具等等 而貿易平具這東西可以透過一些 版本活動和戰略評定手冊獲得 這間商店一般拿來兌換角色碎片 碎片每個月會刷新打折的次數 再來回到常規商店這邊一個一個慢慢講 首先補給商店用不到挑過 再來礦石商店 可以用來購買合成輔助機的零件 購買物品用的礦石貨幣 則是在60級開放的礦區裡獲得 塗裝商店 就是賣一些外觀的 基本都是沒有特效 也有一些有特效的 但要用紅卡購買而且很貴 不是盤子的都會等一波塗裝復刻 兌換商店 上面這兩個是以素材換素材的商店 基本上不會用到 第三個塗裝兌換商店 它比較特別 要是用來兌換上面 塗裝商店裡可用的塗裝設計圖 這商店裡用來購買塗裝設計圖的設計草稿 則是在宿舍系統裡使用宿舍幣進行購買 在宿舍的商店每天會有5張打折的設計草稿可以購買 買這個還可以順便解每日任務很划算 宿舍幣可以透過完成宿舍每日任務和宿舍小人事件獲得 當然你也可以直接去找沈薇娜 他有很多 第四個武器共鳴商店 用來兌換武器共鳴的 而這個武器共鳴碎片 平民玩家可以透過礦區獲得 有錢的也可以買個月卡每天一個碎片 再來是分解商店 前兩個比較有機會用到 第三個超頻商店之後會被拔掉就直接跳過 月深商店就是拿來換月深晶片用的東西 主要看自己的需求才去做月深 購買晶片用的晶圓可以從 平具兌換台或是站區商店裡獲得 獨玉商店平常也不會用到 一般來說我都是在獨玉版本開啟的獨玉特工內的活動商店進行兌換 下面的武器、意識和支援碎片都是透過分解獲得 提醒一下真的不要沒事去分解六星武器很不值得 下面的碎片商店就是拿來買角色碎片的 至於他的獲取方式就比較偏向客金像 當你有一隻角色已經S加了 重複獲得時可以去倉庫把獲得的碎片分解掉 這樣就能獲得碎片商店的貨幣了 換通商店 每週打換通球龍以排名去獲取頭蓋骨 通常只會拿來兌換初始S角色 初始A的角色碎片都可以白票 所以不要閒著沒事拿來兌換A級碎片 這間商店的兌換條件是要擁有該名角色 而且要注意已購買的角色是不會刷新的 戰區商店 靠著打戰區獲得戰區影響力當作貨幣 公民自選材料每個月會刷新打折商品 我自己是每個月買兩個 後面的月生材料貨幣也是看需求做購買 指揮局商店 基點商店拿來購買獨裕角色碎片和超頻金幣的 貨幣獲取就是透過每週的公會站來拿 角色碎片和換通商店一樣 不會進行刷新 而且要擁有角色才能購買 下面這兩個大廳跟CD是公會長和副會長才能購買的 講完常規商店之後 接著來補充剩下的一點點小東西 首先進到任務面板 在左下角有一個維繫著行動 裡面可以獲得超頻金幣和抽普通實用的籃券 再來是礦區 通過前三關之後會開啟掩護作戰 通關掩護作戰可以獲得輔助記憶研發券 接著進入到戰鬥面板 下面選擇資源 在左側選擇角色碎片 這裡可以每天白嫖兩片初始A或B級的角色碎片 再來下面選擇挑戰 左側特殊挑戰 60級開啟句點 這也是黑卡的來源之一 像這種高難本也能拿來當作檢定隊伍的關卡 65級開啟的黃金之窩 裡面也有大量黑卡 而且不難打 算是前期重要的資源 70級開啟邊界公約 一共8關 通關後可以選擇助手成員獲得加成效果 左側多維演繹 宣序妄想可以免費獲得一支換奏 70級開啟二院朝生 每10級可以獲得250黃券 缺卡的時候可以把這個打一打 下面選擇演繫 點進賽麗卡的補習班 這裡的成員戰鬥和收齡級的數據演繫都有10黑卡 下面選擇支線 左側最底下 肩章舊紋 老機體一般都會有 每一篇有6個關卡 每通過一關可以獲得30黑卡 再來就是一些版本小活動可以獲得各種資源 有出新活動時記得點進去查看 以上就是這期內容啦 沒有意外的話下一篇開始就是進階篇的內容了 希望這支影片有幫到你們 喜歡記得訂閱我 你們的點閱對我來說就是最大的支持 謝謝你們讓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